- 要說自己的預測嗎? 這邊可以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我大概的講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CG這邊的話我自己覺得 由他爵士隊這邊最主要是在於說 就是要看DONAMICHO回歸之後的表現狀況如何 你要以前場組合來說的話 爵士隊這邊絕對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包含了O'Neill、Ingels、Rudy Goffield這些人的 無論是防守無論是在進攻方面的能力都是非常不錯的 基本上全聯盟第一的表現所以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那其實如果要以灰熊隊的角度來說的話 就是我們的Jemory跟Brooks這兩個人的後場搭配組合 看他們能不能打出更好的一個成績 其實說實在他們整個的陣容是更加年輕 所以我自己覺得說如果兩隊真的要看的話 就是得看我們的DONAMICHO回歸之後他表現的如何 就是他能不能有效的在攻守兩端都限制住對方這個 灰熊隊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邊應該最後的話 假設DONAMICHO回歸OK 那就是4比2 如果沒有的話應該就是4比3絕對贏 這是我的想法 好那接下來的話 CG第二組這個快點隊來對決達森圖俠隊 那我其實自己覺得啦 我們先姑且不論我們第一場看到 這個快點隊三巨頭那個表現 表現非常非常爛的一個情況之外呢 快點隊整個陣容更加完整 首先Patrick Beverly Paul George跟快樂的三個人 在這個防守段的表現 都是有曾經的 就是年度防守第一二隊的那個 只是表現加持啦 所以他們的防守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然後再加上其實整體戰力來說的話 包含了Richard Rondo 包含Demox Cotens 然後Search Baca這些球員 雖然我其實蠻懷疑表弟 就是他能幫助快點隊到多少的程度 但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真的兩隊要比的話 快點隊的整個陣容更加完整 所以我這邊我自認為 快點隊4比2 這是我的想法 就是你們也可以覺得說 我又在那邊賭奶有沒有 但確實啦 快點隊真的是不太可能 在第一輪就直步啦 這是我的想法啦 我覺得他們第一場迷航那裡就算了 那真的我覺得不用想太多啊 丹佛禁怪隊指定要打拖王者的啊 所以他們肯定是有方法可以對付拖王者啦 首先 拖王者這一季他們擺出 Norman Pell Demmy Lillard 跟C.Z.M.Killen 三個人做控決後衛 得分後衛跟小天鋒三人組合 我自己覺得整體的陣容偏矮小 丹佛禁怪隊的那個 Jama Mori受傷之後呢 就是你真的要以後場組合來說的話 拖王者真的可以打得更好 我真的覺得他們 在本賽季打到二輪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個我真的要認真講 就是搭配今年那個 最佳進步獎候選人MPJ 然後再加上今年加入進來的 Aaron Golden 這三個人 不是在前場組合相當的優異 這個是我無庸置疑的事情 但這邊我直覺認為說 在季中 拖王者隊交來Norman Pell 這件事情本身 好啦我說只要 這邊反串不下去啦 這邊沒辦法反向毒奶 嘿嘿 欸我很辛苦欸 我自己覺得怎麼想 怎麼想 當個金塊隊就不可能輸呢 我這邊先把劉恩斯放中間好了 因為優異一個人就把對方一定打爆的啊 然後可以去防守優異嗎 當然 拖王者隊後場絕對 屌射金塊隊這個我 完全認同啊 這個我完全沒有任何問題啊 但我金塊隊這邊沒辦法輸啦 最多最多就是 Jama Mori這邊受傷之後 導致一個後場組合 這邊就是Monte Mori 然後 我沒有把拖王者是最近才會回來啊 對啊我記得他 他這個賽季受傷啊 然後可能這一兩場才會回來啊 所以我 一時間忘記還有誰啊 卡巴奏啦 卡巴奏 然後 然後就這個 Minecraft Paul Jr 啊 褲子之外好像沒什麼人了 那這是預測嘛 我覺得 大魔人金塊隊這邊 應該還是會贏啊 但是 應該會血戰第七戰 這個的話就很好講了 洛杉磯胡人隊這邊是絕對 完全不怕任何的後場組合 因為洛杉磯胡人隊這邊就除了Dance Ruder之外 後場就一堆KCP啊 基本上都是3D球員啊 太陽隊這邊 然後 Chris Paul 這段Booker 這種後場組合的話 其實說實在的話 胡人隊這邊是完全不怕的 就是 他們只要看哪一個球員本身 今天這場打的火熱 他就去直接叫KCP啊 或其他球員去限制住 或是Holden Target這些球員去限制住 那個球員本身的一個 進入能力的話 那我自己覺得其實就沒有什麼太多問題啊 然後 KCP這些球員本身在防守上的能力 這個都是 各位 只要有看過胡人隊比賽 都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不然氣胡人隊這邊應該能打個4比1 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 東區這邊其實很好講啦 泰式很明顯 費城七六人隊 呃 來打我們這個 華盛頓巫師隊啊 那巫師隊 以4%的機率 來到了肌肉賽 這本身已經是一個Miracle了 這奇蹟不可能 發生到更後面的你知道嗎 就是 這怎麼想都不可能的 好 我們這邊的話 七六人隊這邊 在這個 前場 年度MVP候選人 Joan Bean Tobas Harris Duan Howard 這些球員 在進去裡面 就可以把他們打趴下啦 欸不D啊 就是在那個 賽季 我記得 比較偏後的時候是受傷了 就是最近受傷了 巫師隊這邊只剩下 Fortnite跟巴春蕾啊 基本上就只剩下他們兩個人啊 人不容許我們怎麼可能會被競賽 他聯盟看板耶 他被競賽 其實聯盟收入怎麼辦 不是 不可能啊 一定會留著啊 胡人我講4比1啊 所以我覺得沒有問題啊 這邊 七六人隊打巫師隊 4比1啊 他不能中場一定下降 一定的啊一定的啊 我不是黑他 是胡人隊這邊 因為後場的3D球員很多 Hotten Tucker Codewell Paul 有3個球員 可以限制住 太陽隊的後場組合 這個 沒什麼大問題 尤尼尼克隊 對決亞特蘭大老英隊 這個系列賽的話 相對起來就比較 難捉摸了 主要再來說就是 我們可以看得到賽季出的 那個亞特蘭大老英隊 他們打的實在是 沒有到很好 就他們陣容完整 但是他們的默契度 其實我得說實際話就是 沒有到很好 那我們這邊理解一下就是 我們的控球前鋒 朱拉斯倫豆 你想像一下 Garrenali John Collins 這些球員 有任何一個人 限制得住朱拉斯倫豆嗎 不存在的 沒有這個可能性 朱拉斯倫豆本賽季 太全能 我正講一個太全能 就你們同意吧 朱拉斯倫豆本身 很強耶 再加上 老席的一個帶領啊 亞特蘭大老英隊 跟紐尼尼克隊的話 應該4比3 我覺得 接下來這個就是 命運的對決 麵爾瓦基 打 Mamiru 這個組合的話 我們可能不能 那對今年自猛哥 他可能有所成長 但是成長得很緩慢 真的 挺緩慢的 我覺得他已經長到一個上限 就是他三分球外線 就是永遠都長那樣子 所以 我們這邊也可以 不用去想說 他有可能在本賽季 做出任何三分球外線的事情了 我們可以不用想這件事情 那我這邊自己推薦說 就讓自猛哥去打個 純種4號位 他就不要去做什麼那種 控球到三分球外線那邊 發牌那種事情 就不要讓他們做這件事情了 我們這邊就讓 Chris Middleton 打控球前鋒 試著塞給 進區裡面的自猛哥 在進區裡面 吸引包夾 然後發給外線做三分球投車 這個是我認為 麵尔瓦記公路隊今年要做的事情 他們該做的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這是我的想法 其實 因為在今年加上 豬哈勒的 就是我們的假日哥 這個防守型的一個 控球會不會在 本賽季加入之後 比起那個 自殺突擊隊的那個 ElkoBlesso之外 我覺得 現在加入他之後 整個這個賽季的這個變化 可能還是會有所差異的 那 麥阿咪日落隊這邊的話 其實我說的就是 就是他們在後場方面的這些 包含了這個 Goran Drag Edge 然後 還有Hero 然後 阿瑟 這些球 基本上他們在這個 整個這個 三分球投射方面的能力的話 無庸置疑 絕對 絕對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麵尔瓦記公路隊這邊 補盡了我們的 假日哥之的話 我們在這邊 就可以看得到一些 就是 在防守方面的能力上的話 就是應該是可以有效限制住 他們的 外線投射一個能力 那如果 Jimmy Butter沒有去對位到這個 字母哥這個位置的話 就是他們兩個是打錯位的話 他們可能在 防守方面的一個部分的話 就可能比較可以 錯過了 好 所以我自己覺得 今年啦 我覺得 不會像是去年一樣 麥阿咪日落隊能進擊 我覺得應該會是 滅尔瓦記公路隊4比3 那這邊其實 藍網隊這個就 真的 相對起來就很明朗 因為 Jenton Brown這邊 已經受傷了 你如果 這邊 雙槍打三槍 勉強還有得打 那你這邊 單合打三槍 這個基本上 你可能叫 Michael Jordan來打 可能都打不贏 的那種程度 整個綠三軍 只剩下Jenton一個人在苦撐 這個真的是 我自己覺得 沒什麼辦法去贏的可能性了 你知道嗎 不過 瑞亞迪克這邊能力一場 我已經覺得很屌了 所以我這邊的話 是 讓網隊4比1 好沒問題 大家既然都這麼捧場的話 來來來 我們來看死路一條 哈哈哈哈 我要講 四個字啊 牛的一瓶 窮 突 末 路 真的是沒有這樣子跟你玩的啦 好不好 玩到賭對家就贏了耶 好扯喔 來 路 不